日日讀报2020年8月19日 今天跟大家讲五则新闻 第一则就是香港的第二期保就业 第二则就是关于通息 虽然在之前昨天发表了一些收定 但是收定可能一样是踩界 第三就是香港的新一届分区委员会的委任 第四就是中国的第二个疫苗 已经在最后阶段 最后一个消息就是关于中国在6月份 减持美国的国债 新闻的内容 第二期的保就业 现在政府正式推出 这个计划就会在8月31日开始 接受申请 申请资格工资补贴的计算方法 差不多和第一期是差不多 不过政府对两个行业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条件 那就是对零售业白佳和惠康 他们申请的时候需要承诺在9至11月期间 为市民提供优惠或者现金券 另外要求全港药物20间获保铁的大型物业管理公司 必须将至少一百成的补贴回归给市民 包括减轻管理费 第二期的保就业计划的申请资格 几乎和第一期相同 为雇员提供供款强积金的雇主 那个强积金户口 一定要在今年3月31日之前 已经开始 雇主可以去年12月 去到今年3个月之中 选择任何个月 作为计算补贴 所选的月份 可以和第一次不一样 但必须重新再交申请 工资补贴也和第一期计划相同 每一个雇员可以获得上限9千元的补贴 合共3个月 另外增加了一些罚款 针对裁员和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期的企业 劳工和福利局长表示 两间超级大销市 在首期计划之中 都获得1亿元的补贴以上 会要求相关的超市 第二期的申请时 附上有关优惠的方案 满意方案先会批出补贴 他又说难以就疫情影响的程度或界线 但若要审查十多万间企业的营运情况 过程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有违计划的目的要简单方便和快捷 过去有368间零雇员公司 仍然获准参与第二期的补贴也计划 政府作为解释说 已经突击检查其中的20间零雇员公司 说他们已经重新聘请员工 亦在举报中发现 两至三宗而违规的个案 未来会强加巡查 但拒绝存在所有公司 又称计划 引入的新法则 会拒绝违规者再申请 甚至取回第二期传播或者部分的补贴 补贴计划是要求雇主领取补贴之后 要承诺受薪人数 也都不可以裁员的数目 部分公司在去年12月 去到今年3月期间 曾经有薪金开支 但3月期间已经没有任何雇员 雇此参与计划史 要承托重新招聘受薪人士 不可以是零的 等等 所以其实这个 任何计划都好 可能有一些漏洞 希望政府能够 修改上一次的经验 根据经验 改善的计划 第二则消息有关就是 在通识教科书里面 有一部分是送检 但送检当时是4月份 没有国安法 现在可能已经拆戒了 内容说 通识科的《九科书》出版社 日前已经应教育局要求 上载了货本修订后的堪误表 把大部分敏感的议题删除 但有教育界人士核对内容之后 对《声道日报》表示 仍然发现有部分内容 是递出了港区的 《国安法》的相关条件 所以恐怕会先误答 这问题非常严重 我觉得 在换句话说 香港的教科书 是有非常之严重的问题 其实不需要有《国安法》 教科书都不应该 教学生破坏法治精神 不应该 教学生破坏法治精神 是一国两制之中的一国 这个概念 而在4月份检送 经过一年时间的暴乱之后 去检送 已经知道 它的内容可能受到 一些其他人觉得 它有偏颇的情况之下 现在检送完 仍然觉得是有彩虹线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根本就是 反映到 现在正正的教科书 需要大力的发力 帮大家清理教育界上面的 那些 骗髒的东西 所以 现在 内容我不跟大家读了 知道有这样的问题 我想我们的教科书 会更加努力 尽可能 为大家 将这个问题解决 第三个新闻 就是关于 新一届的分区委员会 新一届的分区委员会 原定是今年4月份开始的 不过 民政事务总署 已经在疫情之下 拖延了工作 最终 在四个月之后 就是7月的下旬 公布了名单 除了不设分区会的大部和北区之外 全港其他16区 一共有1395名委员 比上届少了202个 编制熟少了12.6% 在过去建制派占区委会大多数议席下 民政事务署委任区委员成为分区委员 这种情况 大部份是在各区的区议会中选择 这就已经成了惯例 根据2016至2018年 和2018至2020年 两届的数据 16区大部份的区议员都兼任分区委员 只有荃湾和西高两区是例外 这次民政事务署打破惯例 并没有委任任何现届的区议员加入分区会 不过香港01分析 今届的委员背景发觉 112个人去年在区议会落选失败者 数字较上一届的23个人大增四成 而当中7月1个人更加是 争取连任失败的前区议员 除了5个人暴政独立 或者没有政治联系之外 其餘66个人都完全属于建制派 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政府当然要偏向建制派 来改善直接和民生之间的关系 现在发现区议会 全部基本上是泛民议员 他们已经宣称说 不会为市民做事 只要为政治目的 因此在分区议会中 找回一些真真正正的 为市民做事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 因财而拣任 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 第四則消息有关 现在中国的新冠疫苗 是第二个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大家知道第一个就是 由中国军事科学院联合 康熙乐生物公司一齐研发的 得到好专利 现在中国医药集团 下称国药集团 疫苗研发的最后的阶段 国药集团的董事 预期该公司的新冠灭菌疫苗 可以在12月底上市 是练产2亿剂 2针的疫苗价格 是会不用入1,000元人民币 有人做了试验 当然了 我试验 我打了2针 2针完全没有不良反应 那这个就是 他们现在 6月份公布了第一 和第二期临床 临床的试测结果 亦都现在在阿联邮那里 啟动了国际第三阶段的临床 试测 他说第三阶段的试测之后 疫苗就可以进入 審批的环节 预期今年的年底能够上市 这个算是非常快的 由今年年初开始 有这个病值 去到年底 可以疫苗上市 这个可以说是破了历史记录 他预计 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的疫苗 连产量可以达到1.2亿 而在武汉生物製品研究所连产量 也都可以达到1万亿 一亿製 据悉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的新冠 灭活疫苗生产车间 日前通过国家的相关保衡 组织的生物安全联合检测 具备了使用的条件 至于公众关心的价格 国药集团表示 灭活疫苗的价格不会很高 预计数百元一针 如果达两针 价格应该是1千元以下 他又说 保护率大概是97% 打两针 就可以达到100% 他又补充这两针 应该是相隔大约28日 另一边 康熙洛生物公司 昨天宣布 另一个疫苗 是用线病毒 再看疫苗的第二期 臨床的实验 已经完成了 目前只与多个国家的联系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告 俄罗斯本身的臨床试验的 官方登记记录显示 在上星期五 亦都为俄罗斯本身的疫苗 在网上招聘625名志愿者 来检测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换句话说 现在至少在世界上 有三个疫苗 是进入了第三阶段的臨床试验 有两个在祝国 有一个在俄罗斯 至于其他世界 其他有没有地方 是完成了第一二阶段 现在进入第三阶段 我待会找到的资料 可能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否则的话 我们先报告到这里 暂时我们知道 最少有三个疫苗 已经去到第三阶段的试测 最后就是第五项消息 关于中国六月份 减持了93亿美债 这个不算多 中国的美债是过万亿的 在一万亿之中减持93亿 很少 美国的财政部 在8月17日 两日前 发表了数据显示 2020年6月 日本所持的美债 升到1.261万亿 1万2,610亿美元 中国所持的美债 就降至1万0.74亿美元 即是日本加多了 中国减少了 美国的财政部 显示 日本六月份 小幅增持了9亿美元 持仓规模 达到1万2,610亿美元 而成为美国的第一个国外的债权 而2025年5月 日本曾经减持了61亿美元 而2020年日本曾经连续三个月增持美元 一度增持高达566亿美元 所以日本是在2019年6月 超过了中国 成为美国第一个债权国 中国就减持了93亿美元 去到1万0.74亿美元 成为美国第二个国外的债权国 2020年以来 中国在1月2月一直到5月 是分别增持过的 但是在3月4月就分别减持过 那现在呢 累计来说 是减持了少少 那这个就是 现在美国的国债的问题 那我稍后会做一次 专门大家看看 就是美国增加了3万多亿的国债权 到底什么人买了呢 这个我给大家分析 好了 今天的《日日独报》 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那又是2020年8月19日 多谢